要求H&M公開道歉 新疆棉花不敵者套 我是中國人 只用新疆棉 他知道自己坐大死都不道歉 也知道我們中國的市場非常大 他也想繼續跟中國發展 繼續跟中國合作 但他依然是不道歉 這是什麼態度就是希望含糊了結的事件 但我覺得在國家的立場 國家的原則下 我們絕對不容含糊 必須要公開道歉 令到不要傷害我們國民的感情 就是非常之簡單